中正公園內的兒童遊戲場 全新的超高溜滑梯 讓小朋友迫不及待想衝進去玩 不過卻有民眾發現 牆壁上有一個尖銳的突出物 發現是一塊剝落水泥 甚至就快掉下來 而這裡有三層樓高 如果真的砸下去 後果不堪設想 磚塊快要掉下來 但是都沒有做一個保護的措施 中正公園內的兒童遊戲場 目前正在重新改建 將打造三層樓高的多功能遊戲塔 預計在六月開放 但每天在附近運動的阿公阿嬤 卻發現遊戲場後方邊坡了擋土牆 水泥壁磚嚴重均裂剝落相當危險 應該算擋土牆吧 牆壁 壁磚應該算壁磚 壁磚快要掉下來 所以我們擔心說 這樣如果倉促的開放 會造成民眾發生危險 1月18今年就完公司 現在正在驗收 哇 驗收也太久了 就是因為有出驗 然後還有附用 然後還有鎮驗 直接太久了 然後還有郵劇的檢驗 喔 郵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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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大約上週還是上週 已經有驗收結束 郵劇的部分 檢驗公司他們已經驗收完成 然後也是合格的部分 現在是都合格 對 有據的部分是合格 市議員韓世玉接獲民眾陳情 邀請的市任府單位到場會刊 將針對相關設施疑慮 和工程單位進行溝通改善 驗收完畢以後 第二階段 應該我們要來進行遮雨跑 那為什麼要做遮雨跑 因為我們運動的民眾 大家當時候的話就希望 而且訴求呢 要有這個遮雨設施 所以我們也期待說 驗升完成後呢 能夠盡速的呢 改善這邊的遮雨的空間 需要一些遮雨設施 去讓他們活動 你來這邊玩 遮太陽遮雨 都是一個必要的設施 我覺得就是遮雨設施 是目前在我們 不管是老人長輩 他們實際上運作都需要這樣的設施 遮太陽 夏天到了怎麼遮太陽 此外也有民眾反映 原本遮風避雨的中正亭 被拆掉之後 民眾沒有地方運動 過去工程單位承諾 會搭建遮雨棚 但遊戲場都快啟用了 卻沒有動靜 對此市任府回應 還在尋找適合地點 會納入第二階段工程完工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